哼 不好了 不好了 刚才大风把我家的房子给挂倒了 他把我的爷爷给挂受伤了 不行 我要趕快盖一个新房子 爷爷爷爷 你一定要坚持住 千万不能有事呀 我很快就会把房子给盖好的 到时候我们就有新房子住了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要赶快好起来呀 我还等着你带我出去玩呢 现在要搭房顶了 再来插上四根柱子 这让房子才能盖得更结实 不管挂再大的风房子也不会倒了 接着把瓦片装上 这里也装上 还有这里 房子终于盖好了 不对呀 这里怎么还少了一千瓦 你们看呀 爷爷住进去也会露雨的 小老鼠上灯台 偷摇吃下不来 小老鼠 你怎么把我家的瓦片给吃了呢 赶快还给我 不还不还 我的肚子好饿呀 哎呀 我的爷爷都受伤了 我还等着给他盖房子呢 那好吧 想让我还给你也可以 除非你送给我很多很多的小能量 可是我也没有小能量呀 这个怎么办 对了 小朋友们 你们有小能量吗 能不能帮我送一些给小老鼠 让他赶快把瓦片还给我吧 我怎么一个小能量也没有收到 是不是小朋友们都不愿意帮助你啊 不会的 小朋友们最好了 他们一定会来帮我的 小朋友们 小能量就在这里 赶快动动你们的小手指点一点 我的爷爷都受伤了 我要赶快把房子给他掉好 让他住进去养伤 快快快 小能量点起来 大家一起帮帮忙 哇 居然有这么多小朋友们 都送来了 小能量 那好吧好吧 我现在就把我先还给你 太好了 谢谢小朋友